可能你现在听的是神盲第一线 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的称他就说这届政府令我完全不用你的新闻专心拼经济 Sam吹就说很多人财收工放假都是深圳居住和消费 能够带来什么经济呢? 现在就先解答一下大家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去完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访问 他昨天先后在深圳参观职训局第一个在内地的运作中心 就和深圳市委书记孟帆利和深圳市长陈伟忠会面 讨论港澳共同关注的事业 并且加强各方面的交流合作 他在下午回到香港之前 昨天下午参观了港大深圳医院 和深圳市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 吳鸿燕和院长张文志和院方医护人员交流 陈国基他怎么说呢? 他就说港深双方全力按照中央公布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深圳区发展规划 这个很重要,这个是有用的 和前海深港现代服务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 并且会全力落实 北部都汇区行动纲领 这个北部都汇区行动纲领 现在已经说真的有些奶奶地 还有深港医疗卫生合作框架协议 香港将继续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下 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 期待港深两地继续贯彻优势互保护利共赢的原则 推动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更高水平的交流合作 推进大湾区高质量建设 陈国基总结为期三天的大湾区城市访问 表示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干扰 今年颁布五周年 他充满信心 特区政府和广东省和大湾区 各市政府继续 继往开来 共同加快推进大湾区 教育科技人才协同融合发展 为大湾区以致国家高质量发展 增添新动能 作出新贡献 其实... 他就这么说 那... 衰腾经就说说了几年 其实什么时候由智及兴 不知道啊 现在他说很有信心啊 哈哈哈哈 小南就说兴不觉啊 兴就有了 其实如果真的要优势互保 互利共赢 其实香港呢 有些事情就真的要 巩固自己的优势 那... 有没有... 巩固自己的优势 有没有这样做 那... 那... 看起来呢 暂时就巩固不了 暂时是 当然有些人说 你打倒了地产霸权 有什么都会好 告诉你 你现在说的 打倒地产霸权 其实也是另一件事 就是打倒政府的财政收入 那... 其实是很糟糕的 那... Stephanie Wong就说 一天到刻呢 只是回到内地 联通世界 没有西方国家的世界 那... 现在说西方国家打压 西方国家打压你 但其实... 现实呢 就是... 如果香港不能联通西方国家呢 香港是没有用的 这个地方是 就是... 现实就是这样 你联通不了西方国家是没有用的 就算你现在搞北部都会区 或者搞这个... 河套深港科技 创新合作区 深圳园区 这个发展规划 那... 你自己... 为什么要放一些东西 在香港不放在内地 就是因为有些国家 就是欧洲国家主要是 它仍然视香港呢 就是... 跟内地是不同的 这个是一个... 你可以说是一个优势 美国那边就当然不是 美国那边就当香港和内地一样 美国就自己走了这一步 其实你要吸引的 都是欧洲的那些创科企业 阿斯利康也说了 会来香港搞疫苗 那些事情 其实是好事 不过你... 为什么人家会来香港搞疫苗 其实当然有两个原因 他们也是要看到国内有市场给他们 他们才... 有一个希望 其实就是 有打通内地市场的希望 他们才会来香港搞疫苗 其实是 有些事情他们就没办法 把事情放在内地 就是放在内地有其他麻烦 那他们就放在香港 你说是不是外国还有很多企业 有可能可以做这些事情 但是他们说到底 憧憬的事情是什么呢? 憧憬的事情就是内地庞大的市场 这个是... 即是现实问题来的 你憧憬内地庞大的市场 其实要有办法 打得通内地的市场才可以 但是... 内地有些事情 好像不是很被... 外国的事情参与的 举个例子就是... 你在新冠疫苗的时候 那时候就能看到了 即是... 我理解到现在都没有外国疫苗 真是能够拿到批文在内地 就可以... 很容易地消售 当然在内地还有一些... 面对外国人的医院 他们就可以... 就是会进入货 帮别人打伏必泰那些 或者莫德纳那些疫苗 但是他们那些是用特别渠道进去的 就不是大规模销售 那... 香港藝民就说 用自己的优势背靠祖国是正常的 破坏自己的优势 还要祖国救济就是混帐 嗯... 不知道啊 这个我不敢说 香港是不是现在这样的情况 但是可能你也看到是这样的情况 香港藝民 也要多谢Lin Sterling你的支持 非常非常感谢你 A.Sharon就说 香港的优势是联通世界 但是政府出了多少力去联通世界 其实有些事情 很困难的 即是现在的情况 其实香港... 你说... 是不是要官商合作 才会社会范荣一些 我经常都说 你可以扔有钱人心口的 不是不行 你也可以扔有钱人心口 但是有钱人被你扔的心口 他们都要想着 之后都会有办法赚钱回来 你不能够... 有些问题就长期在那里扔 这些有钱人的心口 即是有钱人的心口 不是可以被你扔很多次的 哈哈哈哈 当然你说... 不是啊... 现在哪有扔有钱人心口 你想扔人家就不让你扔 其实... 你要想人家保地价 人家行基就说不保 你还要收回地 结果是 这个就是... 刚才我说的 就是北部都会区 行动降令 你要落实 你商界都没办法配合 为什么人家商界都没办法配合 其实人家计算了一条数 你要他保地价的钱太高 然后计算了一条数 再计算了一条数 再计算了一条数 他的房子要买一万多尺 那你说他会不会... 就是... 这样去做 就是... 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去做 他起码要一万多尺 你要知道一件事才可以不亏 你要知道一件事 因为... 那些保地价的数是... 是放了出来的 就是... 你计算一条数 就是... 其实这些是有数得计算的 他保完地价之后 那些房子要买一万多尺 那... 你说现在这样的环境 你是否真的可以确定 那些地方可以买一万多尺 你自己想想 就是... 现在启德 都是6000而已 跑渡区 对不对 就是... 有些事情... 就是... 你自己做低了那个价钱 某程度上 你就没有可能做低了价钱 想着你扔人的胸口 就扔人的胸口 就扔人的价格越高 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 哈哈哈哈 那... Wake Holy就说 陳国基完成大Y区访问 有信心能加快... 教育 科技人才融合 那... 就是... 你说说 有信心 其实... 你说完这些东西 其实有些人就很没信心 就是如果你说人才那裡 協同融合發展 又是回到一個位置 國內的人工普遍都是香港三分一左右 是有原因的 為什麼會只有三分一的人工 就是因為內地的生活指數整體來說是低一些 這個是事實來的 它的經濟結構和香港的經濟結構 內地和香港是不同的 那你說不要緊 我們融合發展 你可以融合發展的 但是你要想一下 香港人是不是這麼容易上內地做事 是不是這麼容易上內地做生意 其實不是這麼簡單的 那 Pat Seawang 就說 沒有錢就是誰會投資 是的 沒有錢就是不會投資的 其實是 河虎就說有錢人不是傻的 他們不聰明做不到有錢人 怎麼扔他們的胸口 可以無償 其實你扔完他們的胸口 他們沒有所謂的 你扔他們的胸口也可以 但是他之後要看到有明確的方向 你可以讓他扔完胸口之後 他可以賺回那個扔胸口出來的錢 一定有明確的方向 就是不用一定的 就是不用一定要答應他一定賺到錢 但是他起碼也要看到 有明確的方向可以讓他賺到錢 那算了 我講到這裡就算了 有些事情 看到現在很難的 是難得認一認 不過不要緊 無日凡星 他就說現屆政府敗家儀 庫房想無赤字都難 這是你悲觀的 你到現在都看不到 這個由志及興的好處 好了 有聲一會兒 沒有通過 我看見到買知他 還是 limp 還請你選擇 by bwd6 by bwd6 by bwd6